您好 歡迎光臨 熱情招呼 致成歡迎 慈濟新澤西分會舉辦歲目祝福 各界人士齊聚 2016年大藏經引領眾人 回顧全球志工愛的足跡 很榮幸在這裡 成為一部分 這年是超級感情感的 我希望在下年 我能夠跟我認識所有人的故事 在歲目嚴重的時候 就是我們在回顧以往一年 在跟實際的合作上面 有什麼我們要集時來感謝 總之也是改善說 未來一年還是有實際來 跟我們一起走下去 真是有實際證明 莊嚴的中古齊鳴 還有志工的八正道演繹 佛典透過手語入心 也時刻提醒眾人要靜靜不懈戴 其實這個過程當然痛病快樂著 但是我覺得到最後就是快樂居多 每次我想到要偷懶 或是說我想 沒關係等五分鐘以後再做的時候 那我就會想到 一晴天下無難事好吧 起來繼續做 然後就會想說要努力 真的要努力 把握華人農曆年前的最後週末 紐約慈濟志工也在社區中學 舉辦歲目祝福 志工與人藝會成員演繹 要師如來 十二大院續曲觸動人心 非常感謝大家對內部愛心 我覺得就是能夠進一點 微博的那種愛心 能夠幫助大家心裡感到非常的溫柔 今天的活動有這麼多的社區的族裔來參加 很多我看到不管是白人 黑人 西班牙裔 他們都來參加 那他們表示說我們這種大愛的精神是 實際上他們感動的 所以社區大眾都非常認同 所以願意來參加慈濟 場內眾人虔誠祈禱 共聚善念 來到場外 民眾則把祝福化作行動 將點滴匯聚的善款倒入大瓮 救助苦難 祈求天下無哉